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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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訪問嘉賓 繼有貝士父子之後 今天就有英哥和超仔 你前輩一定要跟你騙個手 我小時候80年代 入大局上就看你踢球 吳智英先生 不如告訴你球迷你這次踢過哪幾隊 我當年下來香港 踢過嘉山 海豐 流浪 東方 和發翼通 講一下你香港的球星曾經是你隊友的 香港球星很多 很多 曾經做過隊友的 有鄧劍棟 廖俊輝 王德祥 曾偉忠 那時候嘉賞那些 是嗎? 職Sir都是我們這一期的嘉賓 總之找 當英哥遇上職Sir 玩一日我們玩玩 中間這位不用多介紹 回來香港踢 問你慣不慣 好像不應該這樣問 但事實慣不慣 現在開始適應差不多 開始習慣了 是嗎? 我們在大陸時間 有段時間 九年 所以回來 始終慢慢適應 但會不會覺得自己 這裏講這裏散 超班 中超下來 我覺得不會 因為始終 我覺得 幸好外國很多外援都會來香港踢球 我覺得踢球是踢一個整體 不是一個人踢球 所以我覺得不會說 超不招班 是啊 超仔 不是超當然是現在我們香港隊 以及南華會的代表 好了 我們第一部分 先談談父子情 有其父 哪有其子 先問超仔 有沒有當爸爸實力派還是偶像派 小小覺得他 在我小時候 我覺得沒有實力偶像派 因為他踢球時 我很少看 很少看 因為他踢球時 來香港的時候 我才剛出生 到他差不多 退休的時候 我才可能只有九歲、十歲 所以很少看 爸爸踢球 可能跟你說當年 通常都會說足球 但始終未看過踢球 所以不知道去到哪裏 但那些人都跟我說 我老爸都很厲害 但剛才 我們談談化妝 大家聊天的時候 我見你們兩位 是朋友 關係像朋友 像老朋友 多於爸爸和兒子 基本上是這樣的 沒有分話 好像是爸爸和兒子 基本上是朋友 他是我的教練 又好像是兄弟 沒有說是父子 應該呢 我覺得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溝通得比較好 話題最主要都是圍繞著足球 帶出很多的想法 或者看法 甚至人生對人的事物 都是圍繞足球 英哥 超仔的足球路 是不是你帶他出來 你幫他走出來 還是他自己搞定 完全是沒有 我沒有帶過他出來 通通都是由他自己 喜歡 喜歡足球 自己去找球隊 就是 進去麥當勞 那時候的青少年暑期 後來又去看院 通通他自己喜歡 去做那件事 我不會監視他 就是跟你以往的人物的脈絡 關係一點點都沒有 完全 就是到上去大陸 那時候是介紹過他去上去明峰 就是跟球隊操 後來靠他的表現 人家的球會 認為有需要 他自己一步一步去走出來 那明峰 我們稍後再說 蕭仔 反過來蕭仔 會不會看到 爸爸 我們以前以前踢球 就想走這條路 會不會有這樣的傾向